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收到一個比較新的消息 就是馬會的Instagram說到何摘堯 之前我想大家都收到一些新聞 都說他是有一個短期的拆騎牌照在日本 今天終於在新式那邊打開了勝利之門 在尾場拆騎一匹班制賽事的馬 叫做贏富道一場 令到何摘堯在日本打開了處置之身 明天也會有馬上陣 其中有一隻馬會跑三級賽的一千米 這個夏季短途錦標 看回何摘堯 其實這次影片主要有兩點想說 第一點可以說回他贏馬的表現 第二點可以預料一下他在明天 七月三十一日下季短途錦標拆騎馬匹的勝算 以及一些他可能要用到的技巧等等 何摘堯都說贏到馬 我們不如就來看一次他贏馬的賽事先 這一場就是三歲以下一勝 因為在日本當地的賽制並不是像我們香港 TOTAL就是二班三班四班 是用一個叫做分你贏多少場的賽制 贏夠足夠的場數就可以去公開賽 所以在這裡我們先看看這一場的賽事先 他會準備出閘 一起步的時候他就把馬匹留在較後的位置 這場就用一個比較被動的跑法去走 現在我就開著JRA的官方網站 給大家看回這場賽事的沿途走勢 鏡頭未拍到他的馬 何摘堯在這場尾場賽事 把馬匹留在較後的位置 是藍色坐衣的 一會兒可以停一停給大家看 就是這一個位置 箭嘴指著粉紅帽 藍色衣服 那隻 樓手在一個叫做 在日本來說叫做叉的位置 叉不是代表很叉的意思 是一個距離馬群 有少少距離的位置 就叫做居中的位置 進直路這裡打開鬆 箭嘴一路指著圈著 他就慢慢在馬嵐那裡穿上來 但這裏未到終點 其實盡有二百多米的位置 這裏一路開始穿插上來 就很快地趕過對手 這裏其實你認到他邊騎的動作 都是習慣一隻手好像打圈一樣 那現在大頭拍著的就是何摘堯 這隻17號碼在這裏一攻而破 或者我們再播一次他在直路上的走勢 他剛才都盡在馬嵐那裏 開始就發力了 這個位置 其實他現在發力的位置 我們看號碼牌就是四號 一直在衝上馬嵐裏面 其實這個位置都有點被動 已經開始打邊去提示馬加速了 而這裏站前面馬群佛力 他一直在打右手邊的情況下有節奏 一步一步地打上來 最後就起到贏馬 好了 這場何摘堯就取得了他當來的第一場勝利 新式馬場一千米有個特點 就是全日本的中央賽事 只有新式馬場有直路賽 所以在香港都已經有直路賽經驗的何摘堯 當然不需要擔心 所以他亦都靠這場就贏了他第一場 這隻十七號馬在當地來說 賽前的賠率是排第二的 所以贏馬亦都是不足為奇 自此我們看看何摘堯 在剛剛贏了一場賽事之後 看看JRA的數據 跑了七次 暫時雖然六次落地未曾上名 但就憑著今天這場贏了馬 勝率暫時是14% 好了 他明天又會有馬去上陣 其中有一隻將會是上陣下季短途錦標 都是一千米的賽事 我們可以看看 他會騎的那隻是這隻十一號馬 六番人氣 即是說現在賽事的預測 在外圍來說是排第六那麼熱 但第六那麼熱 在十八隻馬來講 只是剛剛佔到頭的三分之一 所以嚴格來說 這隻馬是一隻半難滿 其實他騎的這隻馬 之前一直都是被橫山武士跑開的 但今次就轉了給他 這一場的形勢來說 都相當之不明朗 因為頑固這十八隻馬 雖然我在日本當地的一路去看馬 都不會去研究一些低班的賽事 但撒眼看一看 其實十八隻馬至少有七隻 都以往是靠前置 甚至是放頭的形式 是回來夜馬上名的 可以預料這一場 步速一定偏快 而何宅堯將會是跑一隻十一號馬 十一號馬 以往由橫山武士 其實都是咬好位前置 而回來上名 甚至一攻而破贏馬 那究竟何宅堯這隻馬 勝算如何呢 只要打開這隻馬的賽職來看 我就覺得他盡有潛力空間上升 因為在19年9月22日 到現在為止 他也是跑了很少 不過上一次已經數到21年的8月15日 就是那一場紮房的UHB上 今年就是2年的7月尾 即是隔了一年才上陣 這隻馬看來健康是有些問題出現 所以令到他這麼久才上陣 而呢 看回他的情報顯示 他都有說第一箭是值得注目的 在今季再出回來說 但是呢 這裏的資料所顯示 說他之前跑的較長路程 認為他的血統和腳法不太適合 所以是不是有理據去支持他跑一千米才是最佳的路程呢 那這個呢 就是此賴其一 第二點呢 就是我覺得 何宅堯呢 經過這次的爺馬之後呢 都要留意一下 新式跑道那個直路的波段是怎樣 我們可以看到呢 我們放大一點點來看一下 這個呢 就是資直線高低的斷面圖 意思就是呢 在直路一千新式馬場 剛才你們見到那場賽事的草地呢 那個波度圖是這樣的 由開始起點一千米 去到大概過了八百米 大概七百六十米左右 七百七十米 有一段頗為明顯的上波 然後呢 去到呢 五百八十 五百七十 差不多 又下波 所以呢 早段呢 要攀升 跟著去到中段呢 就會有個落斜 然後呢 去到尾段呢 都會有一個微的暗斜 和落斜 然後呢 在最後那三百多米 才是直奔終點的 好啦 那就是說 短短一條直路口 跟香港的平地完全不同 是要上落斜 至少兩三次的 而我們看到呢 剛才何摘堯呢 處理那隻馬的跑法呢 都是含蓄被動的 那究竟他明天那隻馬 應不應該用一個比較被動的跑法 寧願等前面鬥到散了他才去化力呢 又很難說的 因為我查回呢 剛才他跑那隻馬呢 馬勝呢 都是喜歡跟前走的 那所以呢 非常之講究何摘堯 到時那個步速智慧是如何了 他又不可以把這隻馬呢 留守在馬群太後 因為違反馬勝 但我都說了 這場真的太多快貨馬 以新式這條直路大一千米的地形來說呢 其實不算特別好來前置馬 再加上呢 我剛才所說的 很多馬走嘛 多馬走 如果擺前走 又是麻煩的 所以呢 前又死 後又死 要好看他能不能拿捏到位置 其實剛剛好 不需要呢 留守在一個最後的位置 但都可以直路趕過對手的 那今天呢 何摘堯呢 都叫做 添到勝仗啦 那這些呢 都是一些馬會的圖片 那啊 他又贏到一場了 那這樣 那究竟在當地日本的表現又會如何呢 我們拭目以待 但都可以在這裡跟大家說呢 他明天呢 贏這場三級賽的贏面呢 都是有的 始終呢 那隻馬愛德他的潛力是不錯的 他那隻拆旗的馬匹 另外就是 我相信呢 以香港騎士跑一千米的智慧呢 都很喜歡會拿外面條欄的 而他剛才那場呢 都有這個小小的情況 都在組段裡面呢 而一個較出走外踏的位置 因為較外踏的位置呢 多數草皮都沒什麼踏過 所以 如果這些一千米的場口 你看回那隻馬的號碼呢 排在11號的 那就是說呢 都是一個相信是比較外踏的位置 那的話 應該走去外蘭 走有利位置的機會 是不少啦 那看他可不可以把握這個機會了 那啊 今次的賽馬新聞呢 就講到這裡啦 不知大家有沒有什麼想同學就是要講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們下次見 拜拜